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皇子的试婚制度就是大婚前 先在宫中选一些年龄稍大并且长相端庄的宫女 然后让宫女先对皇子进行秘密辅导 也就避免了皇子在大婚时发生什么都不会的尴尬 这种宫女都是有俸禄的 若是幸运被皇子看上 还可能成为皇子的妾 在宫中地位提高不少 所以很多人抢破头要去 西晋时期 晋武帝司马炎就担心自己的痴呆儿子司马中 不知道该如何刑防 于是在司马中十三岁大婚之时 司马炎便前往东宫 亲自挑选了一个后宫才人 叫太子何为男女房中之事 才人离开东宫后不久便有了身孕 十月怀胎后生下来一个大胖小子 司马炎还特意叫来司马中 指着孩子说 你看这就是你的儿子 可怜的傻瓜太子还颇为惊奇 在古代谁不向往成为皇亲国戚 于是有人就在这方面动了歪脑筋 明万历十年 永宁公主就成了太监受贿的牺牲品 嫁了个病老鬼 拜堂行礼时 驸马就当场吐血 婚后不到一月便死翘翘了 公主寡居数年也郁郁而死 有了前面的教训 到了清朝 不仅皇子要是婚 就连公主也要试婚 一般先在后宫里挑选一个机灵聪慧的宫女 美其名曰试婚格格 帮皇帝的宝贝女儿去世一下驸马 同床一晚后 第二天 她就将驸马水平如何 有没有生理缺陷和暗病 乃至于脾气性格等 都细细出具报告 向皇后太后回复 然后宫女再另外向公主禀报 未来驸马爷前一日晚上的状况 经过几方详细的评估 只要驸马爷的身体状况没有异常 那方面也正常 皇帝才会放心的将公主嫁给驸马爷 但这位验过祸的宫女 因为已经和驸马爷发生了关系 就会作为陪嫁奴婢 一同嫁到驸马爷的府上 如果驸马爷觉得他长得还不错 会考虑那个妾什么的 如果没这个意思 就只能留着身边 当个普通女币来使用了 为了别人的幸福 献出了自己的真操 却又被一脚踢开 孤孤单单 这些适婚格格也蛮悲催的 在看重贞洁的封建时代 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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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